作品名称为F8点的石墨系安明潘能期 我们的研究动机 因为今年的环保发电已成为大家所矚目的焦点 于是我们从普通化学中的电池种类进行发响 利用第三代光源奥塔能电池 研究是否能有便宜便利影域高效率的发电方法 为了使其便利我们除去暗货的导电玻璃制成太阳能期 但除非以下后的光源总和效率大幅降低 于是我们加入纯末锡和纳米银强势提高低转化效率 研究结果我们的转化效率高达1.31×10的42% 发现比网络的纹线质量数据要高 而且比四面上的太阳能电池来的独特 使用一纳米银力支持自备 我们的副作为 1. 银梁冻取45毫升的浓虾酸加入85毫升的冲存水中 配置酸液心体器皿然后量质低干器皿 2. 称取0.0169克的销酸银 以定量瓶配置10毫升的酵酸液水溶液备用 3. 称取0.0882克的柠檬酸那 以定量瓶配置10毫升的柠檬酸那水溶液备用 4. 量取97毫升超纯水加入烧杯中 加入各一克的酵酸液及柠檬酸那水溶液后 加入一克磁石加热搅拌 5. 称取0.0179克的青红花纳 以定量瓶配置100毫升的青红花纳水溶液 以细量还取1毫升 反慢滴加入步骤适中的水溶液中 溶液颜色由五色变浅黄色 青红花纳加入完毕后 让球形奈米粒子持续搅拌约15分钟 使反应均匀 6. 在每瓶释样搅拌时 一次加入1至5毫升的蒸馏水 以形成不同浓度的奈米粒子 7. 将释样造紫外方光复1 观察哪一浓度为酵酸液的最佳的自费条件 10毫2. 使诺细致自费 我们的步骤为 1. 将100克的石膜粉和50克的碳酸纳 滑入2.3公升的硫酸中 在冰浴0度C下进行 2. 在小于20度C时 加入300克的过满酸酱 3. 在35度C下搅拌 4. 加入硫瓶水系织至5.2升 在98度C下搅拌约15分钟 5. 加入60度C的硫瓶水系织至14升 6. 加入3%的双氧水 在10度C下搅拌 7. 以硫瓶水多次清洗 最后形成黄光色的氧化石墨液体 第5次 潮水系织至14升 11. 以太蓝氧的7支最佳辨质条件 加入不同形状纳酱纳的氧esterol纳酱 将光斤染药 太蓝氧电池与油漆取代 共分两分 第1层塗炭 第2层加入碳粉 纳密血氧化碳 化 relación素燃料 以不同形状纳酱纳酱纳酱混合器 11. 加入烂米 烂米与太蓝氧的器重 会充滑率的影响 由纳密血氧化碳 0.11g碳 碳粉0.5 是6.8g 花心素比毫升乃至被碳氧漆 主要光照射10分鐘 且紅色球型奈米燃燃為操作邊緣 在試樣一中加入0.5g 依序於試樣二到五中更加入0.5g 11.7 白色的碳氧漆漆 為石油漆變白將碳粉0.415g出於第一層 奈米極量化碳1.3021g 還有少量花區素燃料出於第二層 且加入石墨漆、奈米於正極或負極 在指揮光照射90分鐘下做比較 實驗8不容光源對太陽燃氣之影響 加奈米及二氧化碳0.415g 碳粉0.5468g 黃金素1毫升 黃色球型奈米2.5毫升 石墨烯2毫升 來自備太陽燃氣 且分別照射紙外光、日光、太陽光 各10分鐘、30分鐘、50分鐘、70分鐘、90分鐘 側情轉換力 我們來講論有四項 1. 最加奈米地質自備 評價結果我們能發現 可有需要10-0.9961m的奈米 粒子為最佳自備之條件 並起於395nm最高的光譜吸收風 2. 加入不同形狀的奈米於太陽能氣中 評價結果我們能發現 黃色球型奈米的轉換效率最高 其次為藍色三角形 最快為綠色橢圓形 3. 最佳太陽能氣的自備方法 當奈米及二氧化碳0.4155g 碳粉0.5468g 發清素1毫升 黃色球型奈米2.5毫升 石墨烯2毫升 照射紫外光總數分中下可達最高 總化效率1.314% 發現比以往的文献製造數最高 我們推測是因為石墨烯一導電的特性所形成的 4. 照射不同光源於太陽能氣質比較 人家結果我們能發現 照射紫外光的總能效率最高 其次為太陽光 最後為日光燈 以上是我們的實驗 謝謝大家